這裡有一個我們補充一下就是這個影子 影子的話預設是不是都是黑黑的 如果你想要有像那個教堂玻璃這樣就是有穿透過去還有什麼 彩色的話 那你必須要在這邊 這裡 在那兩個翅膀的陰影那邊做設定 有沒有左邊跟右邊的翅膀 你找他的這個材質 這裡我先收起來 來 這兩個我把材質選項打開 他的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叫穿透 燈光的穿透 好燈光的穿透 你今天呢在這邊 預設沒有穿透他就是不透明的 我這個地方如果有穿透 有沒有發現這裡他就過來了 好原本的這個顏色就過來了 那我把燈光的不要模糊那麼多 收回來一點 收回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他是彩色的 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你的這個 他就不是實心的 他是像玻璃一樣 或者是一般我們講的半透明 苗圖紙啊 那種感覺 你就可以把他穿透過去 那當然你如果是百分之百會怎麼樣 百分之百的穿透 他就等紅複製 有沒有就複製在下面 就比較完整的複製 那當然這個 部分就看你的需求 如果說我不用穿透那麼多 我就可以稍微小一點 可以少一點 他就是有感覺但是沒有那個 沒有完全穿透 所以這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算了 我來看看 就算了